歡迎收看股市中元 我是蔡正元 今天這個指數剛好回測到 我們昨天跟你談的 剛好測到了這個年限 那麼也出現了一個 小小的一個下影線 那在美股大跌之際 美股一根長AK跌掉了268點 但是台北股市 今天卻展現出相對的抗跌 那主要是位階跟基期 美股是因為它創下的歷史新高 而且它走了這麼久的一個大多頭 如果你把時間拉長 你就不覺得美股的重挫很可怕 如果你把時間拉長 你就發現到 這個只不過是過程 只不過是大漲趨勢的一個 中間小小的修正 跟小小的震盪 跟小小的整理 因為漲多難免就會震盪 難免就會整理 所以不用去過度解讀 反而你是應該要去找尋的是 留意機會 留意在這種趨勢過程當中 逢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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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低 的一個位階的一個機會的一個趨勢 這個是美股 所以台北股市套回來 少子也提醒大家 我們認為多頭的格局一樣持續的在進行 至少在目前為止都是安全 那少子也預期 12月份跟1月份都是一個良機 是一個賺錢的良機 是一個呢 把握住多單佈局的良機 所以我們不斷的提醒大家 好 少子也不斷的叮嚀各位 我們說有機會 就要去做一個及早的佈局 跟及早的一個準備 升腦病史的商機 未來有高成長 是不是該趁早的考核跟佈局 我們提到的生技股 好 少子也帶各位 我們說呢 我們鎖定就兩檔 好 一檔是美食 一檔是成德 那光學股的部分呢 我們鎖定就郁金光 包含像光藥科 包含像這個光學股的 好 這個 激期低的 好 都是我們鎖定的方向 那麼另外呢 少子還說 11月份的重點 就是在生技跟光學 那12月份我們說呢 還加了指紋辨識 好 指紋辨識 我們鎖定兩檔 好 一檔是 這兩檔是兩端 好 這兩端 在最近股價的反映 也都不錯 都是相對的強 而且相對的持續的穩健的獲利 帶給我們呢 是一個 低檔區的佈局 慢慢的拉開的成本 好 都非常開心 所以我們提醒跟DNA 我們說 這個是一個時機跟機會的問題 2014年的成長性 生技工具機像這個低潤 成長幅度比較大 其中生技的部分來拉近 55% 那麼低潤的部分 60% 但是呢 低潤不是我們選擇的一個方向 原因在哪裡 原因在於 它的明年的成長性 可能沒有今年這麼強 所以我們鎖定的是成長再繼續成長 明年再繼續成長的一個方向跟一個重點 那生技股呢 因為基期低 這個是NBI的生技股指數創歷史新高 我們台股的生技股的一個指數 是維持在低檔區 在過去的歷史經驗當中 這個方向往往就是現階段的主流族群 也往往呢 都是現階段可以去留意到的一個重點方向 所以我們所定的像成德 4123的成德 那少子也提醒大家 董事長是林隆景 他手上有志勤九千章 他旗下有育成創投 然後呢 易安又回來做掛牌 易安 又回來做掛牌 那易安呢 我們也跟朋友點鈴跟提醒什麼 他是這個做衣材的 做高階衣材像手術刀的一個部分 他回來做掛牌 陸陸續續 轉投資的公司非常的多 像志勤順天 成績 不然像順都 這個是主攻在大陸 詠希跟金化 未來也會規劃做一個掛牌 那麼易安是最快 易安在今天掛牌的新貴 那麼今天呢 掛牌新貴的股價反應是如何呢 他的參考價是58塊錢 這個是今天的新聞 易安 登星貴 股價最高224 6499 這個衣材的股王 股價最高掛牌 來到了224 同學你知不知道 他的參考價是58 58到224 一天的時間 他大漲了將近快4倍 他漲了3.8 那麼誰會受惠呢 當然是大股東 石收資本盒是3.89億 大股東呢是成德製藥 育成創投有33.05% 育成管理顧問呢 有3.38% 那麼永豐宇集團呢有36.43% 這個是上次 上次生計的一個持股 那麼創新衣材的專家張友德 張友德是公司的總經理 那麼他這個 英屬蓋曼群島商 持股有21.24% 所以這告訴各位什麼事情 如果你的成本是10塊錢 成德的成本 成德持有一安33% 他的成本呢 是一張10塊錢 如果你的投資 假設你買在10塊錢 後來呢盤中漲到了224塊錢 收盤的時候呢 還有170塊錢 好這個是今天 好收盤後來尾盤 最高是224億安 後來收盤是148 那我們請問各位投資們 有一個部分 假設你買10塊 漲到了收盤價是150塊錢 那麼你賺一張是賺了140塊錢 那你手上有12000張 你知道你賺了多少嗎 這個就是他的價值 這個就是成德的價值 那超級賽來叮嚀大家 提醒大家什麼事情 超級賽來叮嚀大家 我們說成德不是只有 一安一家賺投資 手上還有自行9000張 成本一樣是10塊錢 那你認為成德有沒有價值 你認為成德有沒有未來的價值 這個就是我們帶給各位的一個重點 一個觀念 而且呢 超級是跟你談一安 也是提早一個月就跟你談 告訴大家 我們說一安準備要掛牌 掛牌的時間12月11 那也提醒大家在12月9號還有個說明會 那也提醒大家我們說一安本身這個一財的一個部分裡頭 受到了法人非常高度的認同 所以他這個轉投資的一個價值非常的高 那同時成德手上有60億的現金 他之前還投資了30億 在這個澳優乳業 這個是未來具有潛力的一個市場的機會 這個是他轉投資的一個 的一個名氣 你發現到檔檔都是金積母 所以成德的部分裡頭你認為股價的位置 我們當初也提醒大家 也叮嚀各位我們說 股價它從上面摔下來 從這個141塊錢打下來做了一個震盪 再打下來10月份幾乎很多的個股都是維持一個下跌 甚至一個破滴的一個修正 那麼到10月底的時候 我們說這個位置已經出現了價值的浮現 同時他出現了底型的完成 同時在這個位置 超時叮嚀各位叮嚀了一個月的時間 11月21號呢 他開始出現了攻擊的訊號 所以我們在11月21號 還再次的叮嚀跟提醒大家什麼事情 提醒大家我們說成德已經開始注意 開始有攻擊的接攻擊的訊號 特別去留意他波段可以賺錢的時機 後來慢慢的從80幾塊錢 他漲到了97 漲到了98 看到了101 不知不覺看到了三位數 然後呢提醒大家好股他不會等你 股價不斷的墊高 來到了109 漲到了112 漲到了116 再創一個新高是昨天 來到了117 難能可貴 昨天指數跌了96點 他一樣繼續創新高 那麼今天有稍微做一個震盪 但是呢 趨勢一樣是沒變 趨勢一樣是維持多方 那一樣呢 是我們的一個波段的一個持股裡頭 價值型的股票 這個就是超時代各位的操作 超時呢不會因為中間的震盪 中間的整理而失去了波段的機會 趨勢呢也不會因為今天的下跌就避而不談 趨勢呢也不會告訴大家我們說天天都是漲停也沒有 但是呢慢慢的時間一拉長你就知道到底有沒有 到底有沒有機會能夠賺錢 包括像曹老師跟他們有提醒我們說 生技股裡頭我們鎖定的除了成德之外另外一檔就是美食 這個都是成功反覆的一個成功的模式 成功的模式呢把它慢慢的養成習慣好的習慣決定我們一時或者是永遠的命運 反覆的行為去養成習慣 但是呢你這個習慣要是賺錢的習慣 而不是習慣去賠錢 那我們告訴大家另外一檔生技股就是美食啊 那美食這一波的一個股價的反應你自己也有目共睹 光是從73 漲到114塊半 它漲了56個百分點 10月28號提醒各位我們說跌勢盤去看弱勢股 10月29號呢去佈局跌生的美食 後來呢11月21號呢提醒大家底型已經完成 好好的把握住它上漲的一個時機 開始往上走 離低點越來越遠 外資為什麼買 贏家會去在意短暫的選舉嗎 贏家的思考是不是跟你不一樣 持續的做大漲 後來你發現到呢 股價離猶豫不決者越來越遠 如果機會是珍惜 那你當然要好好的做把握 投信也開始站在買方 不斷的創了一個新高 來到了114塊半 這一波波段的高點 所以呢你發現到 我們的進出是有依據的 而且呢 我們在股票市場裡的獲利的人 一定是進出有依據 股票會失派的人一定是 往往都是憑感覺在做 那麼昨天才好之還在節目當中提醒大家 我們說呢 請你把格局放大 生氣股光學股 甚至未來的指紋辨識 都是我們鎖定的重點項目 格局放大 吞舟之魚不流之流 鴻湖高飛不急淤池 這個是昨天才好是帶給各位的一檔 把握住的一個標的 疊升底型完成 關鍵的買點 先機團隊在鎖定 同時 它也是一檔光學股 昨天的提示 昨天它股價的反應是這個樣子 昨天它的股價的反應是這個樣子 那今天呢 股價的反應是這個樣子 那昨天我們提示各位的一個部分 是因為 曹老師看到了這個位置的機會 底型完成出現了剛剛 多方表態的機會 提醒大家更近腳步 掌握出賺錢的機會 那我們現在驗證這檔股票的一個部分 來 董博比賽麻煩你 那今天呢 曹老師有準備一檔股票 這檔個股呢 跌升底型完成的一個低基期的個股 從這裡摔下來 出現一個打底 打底之後呢 同時你來這個地方拉近 同時你來這個地方拉近 同時你有沒有發現到 今天有一根曹紅K棒 跟過去的以往都不一樣 而且呢出現一個量能的放大 那麼跌升底型完成 關鍵買點我們先機團隊在鎖定 它有什麼樣子的題材呢 接下來它是一檔光學股 接下來3D這個3D掃描器的鏡頭 有可能是一個未來的趨勢 而且這個趨勢可能爆發力會非常的大 其中包含像Apple的部分 這個蘋果它去詬病了一家 這個3D專利的一家公司 為的就是未來要去導入整個3D的趨勢 那麼3D的趨勢裡頭 運用到的是3D掃描器的鏡頭 這個3D掃描器的鏡頭 目前這一家公司 是國內第一家 最重要的是股價在這裡 超市不是帶你去買在這裡 超市是提醒大家 在這個位置 請你把握出機會 這個也是我們先機團隊在鎖定的一檔股票 好 昨天的一個提示 我們說3D鏡頭的一檔光學股 股價低機期 同時底行完成 那麼昨天它股價的反應是這個樣子 我們馬上告訴大家 我們說請你把握住它剛開始的機會 揚民立萬 這個是它今天股價的一個反應 再度的大漲 而且盤中差一檔又碰到了漲停 這個就是昨天的提示 跟今天的驗證 這樣子的機會 超市也不斷的叮嚀跟提醒 我們說現階段 一樣是存在著非常多獲利賺錢的時機 最重要你要去把握住 甚至你可以跟緊我們先機團隊的一個訊息 那麼超市昨天也帶給各位一個免費的一個社訊的活動 先機大贏家好好地去掌握住 該掌握住的時機 你可以電話進來做一個撥通 了解也不用花錢 掌握住接下來 我們接下來的一檔接著一檔的一個好股票的機會 同時把握住陽明立萬 3D掃描光學鏡頭的一檔 波段起漲股的一個機會 把握住電話的一個撥通 那我們休息一下 建國廣告待會再回來 現在這個時機什麼都斤斤計較 省電費瓦斯費一樣要有訣竅 能效標示五個等級 集數越低越省錢 冷氣就換新 選用能效一級 電費省很大 還有廚師機 電冰箱 瓦斯爐 熱水器 燈光也一級 小小投資大大回報 講得好像是錢掃 還不是為了節能 能效標示看清楚 節能省錢有一套 好 今天這個好康呢 是蔡老師特別跟公司爭取的一個活動 那麼你只要來電呢 答對蔡老師的節目名稱 只要你來電 答對蔡老師的節目名稱 那麼麻煩馬上做一個免費的社訊 社訊呢 跟我們先妻群組賴在一起的活動 那麼只剩下最後十個名額 如果你是有企圖 如果你是股市裡頭想賺錢掏金的投資朋友 請你務必把握住 最後十個名額的一個機會 把握住前面十個名額 電話的波通 同時要答對蔡老師的節目名稱 最後十個名額 把握住電話的一個波通 現在來電說出蔡老師節目名稱者 立即免費社訊兩週 現在來電說出蔡老師節目名稱者 立即免費社訊兩週 最後十位 強烈可破打02-2321-9933 2321-9933 春江水暖壓仙枝 故事多空皆有兆 籌碼神算真明圖 宗旨教化積中險 圓滿圓圓故中情 動如先機在其中 籌碼大師蔡老師 讓您立於不敗之地 穩中求勝 讓您穩穩蕩蕩賺大錢 出播輪圓服務專線 02-2321-9933 02-2321-9933 請掌握脈動 現在近月四期理財週刊 加一個月移家運報 只要3288元 更多優惠方案 請立即拨打特補專線 02-2392-6680 02-2392-6680 在這個單元 好 蔡老師要叮嚀跟提醒大家 我們要先做一個預告 預告什麼 股票是反映在未來 股票絕對不是買現在跟過去 他是買未來 他是買呢 可以反映未來的一件事情 這檔給我叫玉金光 3406的玉金光 當時蔡老師說 他的訂單跟他的良率 造成他翻身的機會 那麼當時呢 我們佈局的位置在10月29號 這個位置 80到這個82塊錢左右 大概是80到82塊錢 這個區間 當天我們做佈局 然後呢時間一拉長 從82塊漲到94 漲到101 漲到105 漲到了112 來到了116 緊接著看到了123 緊接著看到了127 接下來我們看到了 他持續的墊高跟創新高 然後呢在這一天 12月5號這一天 公開的提醒跟提示 公開的驗證 我們做獲利出現的動作 一個波段單的一個操作 就是從10月29號這一天的佈局 公開的驗證 公開的操作 公開的誠信負責 進也跟你談 出這個位置也跟你談 116 從82到116 這一段是可以確保獲利 守住戰果 然後呢股價確實掉下來 來到了這個位階 那麼來到了郁金光的這個位階呢 曹老師提醒大家 曹老師提醒大家 請你去鎖定跟追蹤跟觀察 因為呢他往下走的這一段 是反映11月份 不如市場的預期 那當他市場的預期 這個一個利空 慢慢的出現淡化 跟慢慢的出現出境的同時 這個是我們獲利出境之後的跌停板 那曹老師說 當他出現了利空 慢慢的鈍化跟淡化跟出境的同時 如果又來到了一個適當的位階 那會是我們先機團隊 再一次把握住的一個時機 所以呢曹老師先做一個預告 先做一個提醒 任何一個區域當中 一定有沒被發現的保障 等待我們去做發掘 好不然像光學股 我們從郁金光帶出來 我們提醒大家像雙鏡頭 像光耀科 像亞光 那麼雙鏡頭裡頭 這個示意圖HTC裡頭 它有做M8旗艦機 那麼光學鏡頭場的另外一個應用 告訴各位的是雷震九天 提醒大家 我們說雷震九天就是 就是3428的光耀科 正威集團 不知不覺 從45塊錢的現增以下做佈局 漲到了50 漲到了52塊錢 後來你發現到 從這個位階慢慢地爬上去 漲到了54 做了一個震盪跟區間 那我們提醒大家 我們說光學股的佈局當中 昨天還特別去叮嚀 我們說還有一檔低位階的光學股 它位置非常的低 從這裡摔下來 曹斯也不是帶你去買這裡 曹斯是提醒大家 在低檔區低位階的時候 請你把握出機會 這個是昨天股價的反應 這個是今天 時機不會等你 好的股票也絕對不會等你 如果你一個時機錯過了 或者是你不急找 或者是你不趁早 慢慢地一天兩天 過去的同時 你發現到股價是慢慢地 離你越來越遠 那也慢慢地 離你越來越遠的同時 你越買不下去 越買不下去的同時 你越錯過了一檔好股票的機會 那不是很可惜嗎 所以我們不斷不斷地叮嚀跟提醒 曹斯比較擔心的是 你如果錯過了這一波的行情 等到你驚覺到想要進來的時候 可能好的時機它不等你 那會非常的可惜 這個是iPhone 6 iPhone 6裡頭它支援NFC 那麼其中呢 這個所謂的行動支付 所以呢 帶出來一個什麼東西 帶出來一個Apple Pay 那Apple Pay我們提醒他們說 Apple Pay跟這個Apple的另外一個對頭 最大的陣營叫做Android系統 那Android系統呢 它也開始在推出什麼 銀聯攻行動支付 銀聯要推出的是Android Pay Android Pay 所以一定勢必會產生出很大的傷心 這個也就是為什麼 曹斯提醒大家 你如果你要做所謂的行動支付 必須一定要做這個所謂的指紋辨識 那指紋辨識裡頭我們鎖定的兩端 你都知道就是台端跟微端 台端跟微端 這個就是我們鎖定的兩端 股價在創歷史新高 另外一檔微端另外一檔台端 高檔震盪整理之後呢 這個地方曹斯認為在洗盤 那如果洗盤當籌碼乾淨的同時 可能又是一波的一個開始 當時的微端曹斯提醒大家什麼 提醒大家這個啊 機動行者 也提醒大家指紋辨識 那麼也提醒大家什麼 這個所謂的一個微型攝影機的一個商機 那麼包含了像這個文創之王的智威 這檔股票智威 它是龍頭姓的地位 位置在這裡 看不出來 從675塊錢摔下來震盪整理 目前位置在低位階 看不出來 但是曹斯認為 如果它今年的獲利一樣維持高成長 那麼當然有相對的一個機會 跟相對的一個時機 所以呢曹斯也提醒大家 也叮嚀各位 好好的去掌握住該掌握住的時機 同時把握住 我們這一波 整個操作績效 有目共睹的一個情況 然後呢去思考未來 如果會發生的事情 會實現的商機 請你務必好好的去珍惜 掌握住跟上贏家的腳步 了解不用花錢 把握住電話的一個波通 那麼剛剛曹斯有提到 今天有一個好康的活動 那麼提醒大家務必去珍惜 最後的一個機會 把握住電話的波通 跟進我們先機訊息 然後再跟腳步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就預祝各位超出順利 下次再會 我們要先在要 不用再送我 年輕的經濟 不可以 明天真的很潔 請去找她 不要讓她救我 看看她的地方 电冰箱 瓦斯炉 热水器 灯号也一集 小小投资 大大回报 讲的好像是千扫 还不是为了节能 能下标识看清楚 节能省钱有一套 好 今天特别去推出一个好康的活动 那么这个活动只要你来电 投资朋友只要你来电 讲出蔡小师的节目名称 答对的投资朋友 前面十个名额 最后十个名额 可以做一个免费设讯 跟着我们先机团队 群组同学 LINE在一起的活动 那如果你没有LINE也没有关系 一样是有简讯的服务 一样是有简讯免费的一个服务 帮各位去掌握盘中最及时的一个 这个获利的机会 把握住电话的拨通 最后十个名额的一个机会 把握住电话的一个拨通 现在来电说出蔡老师节目名称者 立即免费设讯两周 现在来电说出 蔡老师节目名称者 立即免费设讯两周 最后十位 千里克普打零二 二三二一 九九三三 二三二一 九九三三 春江水暖 鸭先知 故事多空 皆有兆 筹马尘算 真名图 宗旨教化 积中险 圆满圆圆 古中情 动如先机 在其中 筹马大师 蔡老师 让您立于 不败之地 稳中求胜 让您稳稳荡荡 赚大钱 出播轮源 服务专线 零二 二三二一 九九三三 零二 二三二一 九九三三 理财新革命 投资新思维 改变就从现在开始 选队团队 轮源头顾 为您精准 掌握投资 洗脉购 选择轮源 让您财富轮源 服务专线 零二 二三 二一 九九三三 零二 二三 二一 九九三三 土地乱租给不明人数 真危险 有些人校业者 会租土地来 望住了 灰瓦会气雾 所以土地除了不能乱租 土地主还要常常 巡逻出租的土地 哪怕会造成那乌兰 地主还真的被关 而且 最多可以获得三百万 请再看传统保护数 欢迎宣明 我们今天要找的是 武林高手 为什么 他们都是武林高手呢 因为 男后生 年少年 小朋友满五岁 念公立幼儿园及私立合作员 就能免学被 若是家庭才可申请家儿无助 获得电槽 万万万万万 武林高手们 记得申请哦 鹅牌气密窗 专利复合式导快 随秘性能超越国家标准 三点五倍 鹅牌气密窗 2987 1111 森田药妆高纯度 玻尿酸面膜 森田药妆 玻璽 玻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